《许晴悠》 许晴悠 莫总 原来就是你 举报了我是吧 真是没想到 许总监每次出场 都是这么与众不同 彼此彼此 莫总的邻居呢 也不好当啊 既然这样 大家都是熟人 起诉的决定 我撤回 麻烦了 麻烦了 这就谢谢你 莫先生 许小姐 你们俩认识 不认识 那莫先生 关于您投诉许小姐 擅自占用公共走道的话 还用我转达吗 不认识 不用了 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MM 我都没想到 他不想让 你 你 这么巧啊 莫总 看来许总监不太喜欢这样的巧合 当然没有了 不过确实挺惊讶的 我听方琪说 上隔每天早上九点半要准时打卡 我还以为莫总会以身作则呢 六妹每天十点钟上班 许总监现在才出门 该不会是在躲着我吧 没有这个必要 那就好 你搬到莫冷面对面了 你这算不算服上覆髓啊 你不会用成语能不能别乱用成语 这叫阴魂不散 要不然我再搬个家算了 你们姐弟俩就只能靠搬家躲麻烦吗 这躲着爸妈搬出去那是自力更生 你躲莫冷面算怎么回事啊 我跟你说啊 对付男人只需要两种态度 要么把他放倒 要么让他出局 对 就让他出局 让莫冷面出局 随后 有帅哥啊 这么巧啊 再哪都能碰到许总监 对啊 怎么这么巧啊 许总监刚才说要让谁提前出局 我们刚才讨论球赛呢 一球出局 挺可惜的 既然如此 希望以后 我们无论工作还是生活 都可以一路突围 谁也不要提前出局 当然 瞧你那没出息的样 木冷面是哈尔的模式 你能不能别输人又输阵呢 胡说八道 谁又输人又输阵了 你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是时候齐姐出马 带你出去历练历练 怎么 历练 等着 这 这 这出水的 这个 这个不错 这个 这个几品 你看 这个不错 不错 这个 就它了 快去 莫总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这话应该问问徐总监吧 又来找我俩工作 我听不懂莫总什么意思 只有您能来游泳 我们不可以吗 嗯 我记得徐总监好像不会游泳吧 我 我是来教她游泳的啊 走吧 走了 他怎么还坐下了啊 我以为他要走了呢 要不然我就先走了 他在这儿我也别扭 刷一字卡好贵呢 我再游一圈 你等我啊 我也不会游啊 美女 您怎么不下去 我不会游泳 看你那么瘦 平时应该很少锻炼嘛 今天过来陪朋友一起玩 你经常锻炼吗 许清悠 过来一下 我先走了 莫总找我什么事 还能有什么事 绿洛事件之后 乐民APP的日活数据 有没有受影响 有 不过是正面影响 不减反增 增长了140到150之间 那月活呢 莫总确定要 现在跟我聊工作 我的时间分秒必争 就在这儿聊 这话不是许总监说的吗 接着说 日活数据多少 莫总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我详细的数据 都已经写在了周报里 您可以回去看 跟帅哥搭讪 比跟甲方汇报工作更重要吗 这是一件事吗 如果下班时间都要汇报工作的话 那我写周报要有什么意义呢 许清悠 你怎么在这儿啊 咱们得走了 还有事呢 你忘了 莫总 我还有事 先走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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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偷风找我汇报工作 找我有什么事吗 找我有什么事吗 这个礼物 本来是想结婚的时候送给你的 我们已经结束了 FX0725 是我们姓氏的缩写 和正式交往的纪念日 我知道 我们之间存在了一些问题 但我相信 一定可以解决的 所以没必要浪费时间再去寻找了 两个人的心一旦不在一起了 强行捆绑也没有任何意义 那只是浪费时间 世界上哪一对夫妻 不是在矛盾和争吵中相互理解 相互包容的 为什么他们可以 我们俩不可以 因为我们的错误 不只是一个问题 是我们的价值观不同 价值观不同 到底是谁在影响你啊 是我自己 没有人能改变我 包括你 我不要 我不要 范律师又何必强人所难呢 莫总 难道我们的私事你也要管吗 现在是工作时间哪有私事 倒是范律你 身为上阁的法律顾问 有责任注重自己的言行 以免影响上阁的声誉 是 车子不喜欢 可以换 但我们十年的感情 不是能这么轻易撼动的 悠悠 我一定会让你明白 只有我们才是最合适彼此的伴侣 莫总 谢谢你帮我结尾 但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 徐总监就是这么处理的 不劳你费心了 好 大学选专业 你就不听劝 毕业找工作你也不听劝 难道你不长记性吗 你看看你现在 在一个小破公司 天天都做些什么 有的没的 你说我怎么就交出你这么个不争气的 怎么了 公司还是四十啊 擦擦吧 好 带你去个地方 去哪儿 跟我走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我的秘密基地 糟了 小时候我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就会对着他说 徐总监要是不觉得幼稚的话 也可以试试 自导人 很不开心更个人 不开心 小时候 你做什么实行 你做什么事 你做什么事 你做什么事情 如果你做什么事情 喂 十八岁的许清悠吗 我是十年后的你 从小到大 大家都夸你乖巧 听话 懂事 但只有我知道 那是你最讨厌的形容词 所以大学选专业 后来工作 婚姻 你都想要自己做选择 因为你不希望你的人生 一直被别人安排 可惜做自己 只是小孩子的权利吧 长大以后 反倒没有那些资格 可是按照别人的期待而获 那还是你的人生吗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想要自己好好生活挺难的 要被人左右 还希望大家都能理解你 对不起 我其实 想跟你说点开心的事 但我抱歉 最近实在没有 我还没想到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许总监 以后有什么事不要再硬扛了 走吧 你在这儿坐着等我一下 我都没注意 你就是太习光也忍受了 来变虽然可能会带来麻烦 但是总比一直要忍着好 看一瓶线 变面天边 看风拂过感天的脸 想什么呢 我之前说过 你很危险 许总监还说过 希望我这个意外可以远离你的生活 看来你没能如愿 那你还说过 生活都是由一个接着一个的意外组成的 所以 你是在害怕什么 怕冷 怕黑 怕危险 怕我的生活 总会出现意外 没想到许总监原来这么担小 那这大晚上的你跟我在一起 不怕吗 有什么好怕的 你不是趁人之危的人 要不然在酒吧 我这是被放好人卡了吗 但是这张好人卡我不想收 许晴悠 我一直在等你做决定 可是我现在不想等了 明天晚上九点九八有演出 如果你心中有答案了 就来找我 选择全交给你 所以我相信你不会骗自己的 地平线 圆绵天边 看风拂过干天的脸 看梦里的身影 也埋着你 早 早 许总监 早 许总监 早 许总监 黑眼圈怎么这么重啊 昨天也没休息好 我没睡好 黄金 嗯 去车里 把放弃的资源信条报告拿给我 好 干吗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想问问许总监到底是什么意思 莫总 你以前帮助过我很多次 我很感激 以后在工作上 我一定会尽心尽力 但是工作之外 我们还是保持距离吧 许总监是又要跟我划清界限吗 莫总说笑了 我们之间 不是一直有套界限吗 我们之间 快快 快快 他这么精彩 小伙子 你认识他吗 嗯 我不认识他 我认识他 别走啊你小伙子 别走 但是我给他打电话 我一叫他就来了 年轻人哪 吵吵架 可以理解 你让一个姑娘家喝闷酒 这不爷们儿啊 我 女人心哪 还挺真 这男人啊 叫留住女人心 不能光靠脸蛋 赶紧把他带回家吧 啊 喝看 来看简单 啊 嗯 你干吗 拿着墨金给你擦擦脸 擦脸 你把我妆都擦滑了 睡觉化什么妆啊 我要当睡美人 美美的睡意行不行 行 睡吧 谁让你走 谁让你走啊 啊 真好看 没这么好看 可惜只能远观 不可 为什么喝酒 因为 我不告诉你 许晴悠你是在躲着我吗 啊 你知道吗 你既然已经刮出一个蟹子 那肯定就不会再有后续了 方琪让我问清楚 为什么问我不要面子的吗 啊 哎呀 像你这样的人 我 是绝对不会跟你认真的 什么意思啊 疼疼 我 我 不是只和远观吗 你负责远观 我负责 你说什么 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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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扎总 夜不间签约 我来见见她 徐总监久醒了 谢谢莫总 徐总监客气 徐总监客气 徐总监 怎么不进去啊 莫总也在 莫总 这手受伤了 昨晚家里的小莫发脾气 拿破了 现在这是小莫发情的季节 脾气暴躁狠了 唐先生 直播要开始了 快进去吧 哦 哦 哦 好 各位宝宝们大家好 欢迎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宝藏用品 是什么呢 这款产品啊 真的是我最近的爱用好物 对 先给大家 徐总监 我是艺务的音乐制作人 你好 你好 艺务跟我们绿洛上次直播的反响 真的非常的好 还希望你们多多支持 是 哦 这位是 哦 这位是上阁的莫总 您就是莫总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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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艺务的音乐制作人 非常感谢您对他的尝试 不用感谢 要感谢的话 还是感谢下徐总监吧 都是徐总监言光独当 那是 那晚上方便的话 请您吃个饭 我请您吧 像您这样优秀的制作人 以后多多支持 一样 今天的效果应该不错 嗯 请坐 您想吃点什么 我都可以啊 看你 嗯 要不然去吃日料 可以 我知道有一家新开的日料还不错 而且我上一次 徐总监 上车 有件紧急的事情需要你脱离 不好意思 我今天有安排了 而且我记得 我的工作不是莫总安排吧 这件事情可是你的执着 当然 还是工作比较重要 咱们吃饭可以随时再约的 没关系 那就不好意思了 那 清幽 咱们随时再联系 嗯 一定再联系 好 再见 清幽 怎么了 莫总 有什么问题吗 你今天出门出得早 房间应该还没打扫吧 清幽 你说的工作安排就是这个 这是你的义务 你再跟我开玩笑是吧 你觉得我像在跟你说玩笑吗 我最近在准备一项变购案 两边都是吃茶商谈的大公司 不容有任何闪失 所以呢 作为一个投资人 生活在这种高压下 干净 整洁 舒适的居住环境 有多重要 不用我教你吗 现在上车 立刻马上 以前行李 书 来 来 莫总 您回来了 李阿姨 您下班吧 是想交给他 都已经找了阿姨了 还叫我来干吗 因为房间是你弄乱的 所以打扫是你的义务 况且 都是商业机密 弄丢了谁负责 您这么多商业机密 不怕被我弄丢了 徐总监细心谨慎 不会丢的 好 没问题 阿姨 我来吧 谢谢啊 莫先生 我可以走了啊 谢谢 既然你有这么多商业机密 都卧室给你 沙发我来 你干什么 问清楚 问清楚什么 很多事情我已经说过了 那就再说一次 你想听什么 你说你对待我这样的人 不会认真 我是怎么样的人 究竟是你不认真 还是我不认真 我很认真 是你 所以你承认你对我认真了 对 我认真考虑过 莫先生 既然我们从没开始 就到此结束吧 理由呢 我想要安全牌 而你是一个陷阱 我不想再一次犯杀了 徐晴悠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解啊 没有误解 那你为什么说我是陷阱 因为胜负月儿表白 因为战友月儿进攻 你就是这么危险的人 我惹不起 我总躲得起吧 我们还是保持安全距离吧 那你这不是把我研究得挺透彻的吗 是吗 那我要感谢莫总对我的肯定了 喂 好 我知道了 莫总 我还有事情我就先走了 至于保鲜费 我会转给你的